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了高雄 我的家鄉啦 沒錯 今天娛樂新世界 要帶大家到子關來一場 子關清水休閒行 到底會有什麼好玩的行程呢 我們現在就一起出發去看看吧 很重耶 它會不會斷掉 不會卡牌啊 因為它的腳顏色很花俏 好活潑耶 換你 換你 喔 啊 好快 好快 對 它以為有綠色有食物 兩隻腳 一雙眼 探索海洋新感動 發現娛樂新世界 子關位於高雄市西部沿海 北林彌陀區 西濱台灣海峽 海岸線能自點堡溪口 北至踏底 在地的漁法以拖網 金鎖網 流刺網為主 漁獲與烏魚 鐵甲 肉魚 紅木蓮等種類為主 因為臨近高雄市區 每到假日吸引大批人潮 來到鵝鵝鵝魚港 採買新鮮的漁獲 是高雄地區重要的海鮮集散地之一 今天呢 Hia要帶領大家來子關 來趟子關清水休閒行 不過Hia是高雄人耶 這裡明明就是古山啊 怎麼騙得了我這個高雄人 不然我們去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吧 Hia說得沒錯 今天要去子關 可是為什麼來到了古山輪渡站呢 其實我們並沒有跑錯地方喔 而是Hia要帶觀眾朋友來一趟子關清水休閒行 這趟旅程可是非常的特別呢 接下來子關清水休閒行 就讓Hia帶領大家前往吧 沒有啦沒有啦 現在呢在我身後的這兩位 就是來自於子關區漁會的張總幹事 還有黃課長 嗨 大家好 我剛剛啊還在想說 我們不是要去子關嗎 是 怎麼會來古山 差很遠耶 差很遠耶 因為我們子關和古山 已經是隔壁鄉親了 今年我們高雄市政府 經過我們張總幹事的爭取 大力推薦的 從古山漁港到二峽島漁港的一個 清水的一個新航線 藍色公路新航線 今年才有的耶 是新鮮貨喔 是是 它會經過整個高雄的拓櫃漁港 然後呢 對我們出關以後呢 進入遠遠的是我們的中安大學 對 那再往前呢 就是我們的西子灣 嗯 那我們西子灣 因為我們很有名的寒水浴場 對 那它這往前 就是我們的 下半年度要成立的 柴山國家公園 它也是我們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珊瑚礁城的一個 一個販賣喔 對非常非常的 榮幸在我們的高雄 對啊 對啊 這條藍色公路 可是今年才剛成立的喔 以後去子灣 蚵仔寮漁港 買海鮮 可以不用開車了 直接搭船過去就可以了 總算是 我有一個好奇啊 就是說當初怎麼會想要把 古山跟子灣這一條線連接起來呢 那因為整個珠關蚵仔寮 整個一個漁港喔 特別是全省39家一位 近海漁牢最豐富的一個漁港 一到加入我們整個一個觀光儀是 從達克吧 我們主觀去會啊 跟同學高雄市政府 說 來開闢一個藍色公路 從高雄古山珍愛馬 和光榮碼頭到蚵仔寮 那應該這條航線 能夠演奏整個一個 一個鄉親的喜愛嗎 對啊 我覺得這條路真的還蠻不錯的耶 我們可以看到 陸地上我們看到的一些景色啊 而且 這樣子我們的鵝仔寮會更熱鬧耶 當然喔 當然喔 之前有坐過這樣子的船嗎 就不管學校社團國 當然是跟爸爸媽媽 你們有從西子灣那邊來到這邊過嗎 有 那你們看到什麼東西啊 西子灣 西子灣 還有咧 看到了 平時看不到的風景 像是 柴山 柴山對嘛 有在船上看陸地過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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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這感覺怎麼樣 開心 開心 再經過一趟五十分鐘的藍色公路之旅後 接下來就要來到今天的目的地 鵝仔寮漁港囉 現在的鵝仔寮漁港 可是不養鵝仔的喔 那是因為以前的鵝仔寮 曾經是個養鵝仔的小漁村 不過隨著時代的變化 過去的柯田已經消失了 現在的鵝仔寮漁港 已經成為高雄地區相當重要的漁港囉 主任 這邊魚貨量很像很多耶 在交易量很大是不是 對 我們今天的交易量大概到一百五十萬 蛤 一百五十萬 對 那不就是高雄第一名了嗎 平安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那個BB是什麼意思啊 BB聲 BB的意思是 它要開始拍賣了 那我們來看他們拍賣了什麼魚啊 大概這裡的魚貨都是竹筏 竹筏的 對 這是近海魚耶是不是 對 所以這邊聽起來是不是也有分區啊 有 我們這邊分為竹筏區 竹筏區 信號區 在那邊的話就是 線撈區 很老啊 對 這竹筏也是很老啊 高雄現在沿岸的線撈魚貨可以說我們最大 大哥 他們現在是什麼魚啊 這是竹筏魚 竹筏嗎 對 竹筏 我可以抓抓看牠有多重嗎 可以啊 真的嗎 我抓囉 直接抓嗎 直接這樣抓嗎 可以 抓起來抓起來 很重耶 牠會不會斷掉 那這是什麼螃蟹 因為牠的腳顏色很花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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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好活潑耶 喔喔喔喔 還你還你 我說蝦啊 土駝魚可是鵝鵝鵝鵝港的特產喔 對待牠請你溫柔一點啦 土駝魚是回遊性魚類 每年農曆春節前後是盛產期 也是肉質最肥美的時候 如果想要品嚐土駝魚 來鵝鵝鵝鵝港就對囉 可以介紹一下 這是養魚鵝 我們國內養殖的石斑魚 喔 養殖的 對 那我可以抓抓看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我要怎麼抓 不要怕被刺到 你順這個 這個 這個 喔 順著上去 抓上面 就不會掉了 已經塞了 喔 我好怕它斷掉 它好重喔 哇 我給你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的線撈區 像這個有比雲叫做黑口 喔 黑口 大大小當三點多出去 大哥 他們現在是不是開始在拍賣啦 對對 在拍賣啦 喔 聽聽看 魚仔 魚 魚仔 魚仔 在畫魚仔嗎 對對 拍賣 現在就是畫魚仔 現在在喊醬 魚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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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標到了 去看看 魚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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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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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標到漁獲了嗎 對啊 那你是標什麼魚 酒雞辣 酒雞辣 那你覺得這邊的魚怎麼樣 漁獲怎麼好 好不好 好啊 很好 很漆是不是 對啊 又便宜嗎 這邊是線撈的 喔 線撈區 對 線撈是早上傳出去 然後中午回來 喔 所以非常的新鮮喔 對 對 對 哇塞 喔 好滑喔 就是線撈的才會這樣 好滑喔 感覺非常的新鮮耶 對啊 所以要買最新鮮的魚 就是來蚵仔寮對不對 對 聽來緊張又熱鬧的喊架聲 真的讓人感受到 蚵仔寮拍賣魚是充滿活力 又有生氣的一面啊 不過來到這裡 只是觀看這些肥美又鮮嫩的魚兒們 那就可惜囉 怎麼可以錯過大賣特賣的好機會呢 趕快跟著Hia的帶領 去逛一逛假日最夯的 鵝仔寮觀光魚室吧 這裡真的很熱鬧耶 既然來到了觀光魚室 Hia當然要買一些回去準備給Mitia 還有小壁虎吃囉 那我們在那邊看看 有很多螃蟹 還有什麼蝦子啊 海瓜子 我趕快去買了 走 來上貝來鮮 喔 蝦子耶 蘿海鮮 這個怎麼賣 這個一斤180 180 是今天現撈的魚貨嗎 對 都是當地最新鮮的海鮮 那這邊還有這個 這個是什麼螺喔 鳳螺 鳳螺 欸 等一下 這個鳳螺裡面 竟然有海瓜子耶 給他吃的 要給他吃的 要給他吃 不是放錯 我想說奇怪 海瓜子怎麼會跳過來咧 食物 現在餵飽他們 回家就餵飽我們啦 那這個咧 這是什麼東西啊 老闆 竹身 它的形狀就像竹子一樣 活的耶 那這個是海瓜子啊 哇塞 蝦仔鳥最新耶 對 一定是蝦仔鳥最新耶 現在好吃又便宜 那一定要買回去給米獎他們吃的啊 老闆 吃飯 好奇怪的魚喔 老闆 這是什麼魚 石頭公 石頭公 對 我可以摸摸看嗎 那是走在那個石頭公里的啊 好有趣喔 啊 這怎麼賣 一斤兩百 一斤兩百喔 老闆 我可以買一隻嗎 買一隻小隻的好了 老闆 這要怎麼煮 煮湯青針 紅爪恩老師 煮湯 煮湯 喔 那個魚長得很醜 變醜的魚一直非常醜 大姐啊 水果公他長得並不醜啦 他只是長得比較有特色一點而已 你這樣說他會非常傷心的 哇 這裡魚河也很多耶 老闆 這裡的魚全部都是鵝啊療的嗎 對啊 魚河相當的豐富 而且每一隻都看起來很補儀 很好吃 要不要嘗試看看 這個是比目魚對不對 對 哇 比目魚可是有一個故事的喔 你看 這個也是 哈哈 蠻好吃的 他後面有沒有像已經被吃過的魚 黃地魚啊 蠻好吃的啦 朱元璋呢 他吃了一半就把他丟到那個河裡面去 然後他還會活 就變成比目魚 就是這樣 看你要不要嘗試嗎 因為看煮湯燒真的好 這怎麼賣 那個 那個半斤八隻而已 買一隻 好 好 先給我包起來 好 沒想到我們的HIA 光群魚市場 還蠻熟門路的嘛 看來你一定常進廚房吧 HIA 趕快帶觀眾朋友看一看 和阿寮觀光魚市 還有哪些物美價廉的新鮮魚貨吧 有螃蟹 老闆 你們這螃蟹是從哪裡抓的啊 是今天早上從海裡抓回來的 就在這附近抓的嗎 那不就超新鮮的 對啊 我們公公自己抓的 你公公 公公 螃蟹達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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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我想問你喔 這是什麼螃蟹 花腳蟹啊 要怎樣 花腳蟹啊 花腳蟹啊 喔 因為它的腳顏色很花俏 這會不會 怎麼會這樣 說得要花俏一點才找得到老婆 這樣比較帥啦 這樣比較帥 那這是什麼季節可以抓得到 這... 幾年都有啊 幾年都有 那是六七月最多 不然會帶我來這裡 喔 六七月 這個時間都像我喜歡的 這個啦 這個不一樣耶 這個很兇對不對 這個很兇對不對 對啦 轉過來啦 摺轉過來啦 這樣喔 對 嗚 是不是很兇 這人家說當氣啦 當氣 對喔 這當氣 前面有這個 手是什麼 這在家裡啊 吃東西是用 把東西夾在這裡 喔 喔 反你 反你 他好兇喔 這當天到這裡啦 這很壞耶 對 當天有吃一個東西 喔 你看 你看 你看它的嘴巴這樣子 很像蛇耶 有沒有 好像蛇在那邊 啪啪啪啪啪啪 蛇頭一直伸出來 OK 這樣我可不可以買幾隻 可以啊 可以 現在 我打算 買一隻 大隻的 我吃 兩隻 小隻的 給米醬 兩隻 小隻的 給米醬 我說 嘻啊 哪有自己吃大的 給人家吃小的 這樣太沒有誠意了啦 不過話說回來 鵝阿寮觀光魚市 還真的是人幾人夜 真不愧是大高雄地區的 海鮮才夠重鎮 你們常來鵝阿寮這邊買魚嗎 偶爾 偶爾 你們住哪裡啊 好方便喔 那你們來這邊都買什麼魚啊 就我們看一下 這是 這是什麼 鵝香 鵝香 你們喜歡吃鵝香嗎 鵝香 鵝香好吃 記住了 肉螺 肉螺 看口感好嗎 很好喔 今天是帶女兒來逛魚市場嗎 哈囉 我們跟觀眾朋友說嗨 嗨 最喜歡吃什麼 爸爸說好了 他喜歡吃什麼 他喜歡吃小卷 小卷 那你們今天還買了什麼 你們是一家人是不是 對對對 那媽媽在哪裡啊 媽媽來啦 媽媽有這麼多個 真好我也想要有做一點媽媽 那你們常常一家人 像這麼多人一起來買魚嗎 我們就在目前而已啊 真的啊你們差不多多久來一次 橋頭 橋頭 橋頭來這邊要多久 大概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就到了 好方便喔 那你等一下要吃海鮮炸菜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看 你看我今天在鵝蛙流買到這麼多的海鮮 相信壁虎啊還有蜜獎魚就會相當滿意我今天的成果 好方便 屁呀果然是佛心來的 出外景還會想到他們兩個 真的是好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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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子觀清水休閒行 帶大家來到園中港濕地 我們現在呢 就去看看豐富的物種一起清淨大自然吧 園中港濕地前身是一片一望無際的漁溫 早期這些漁溫是漁民向海軍承租的 後來因為海軍基地開發計劃 軍方將土地回收重化 並捐了50公頃的地給政府作為公共設施 其中約30公頃規劃成公園 又因為當地漁溫水道分布旺盛 長出紅樹林植被 因此成為著名的濕地公園 哇 這裡真的很漂亮 跟一般的紅樹林不太一樣 每一棵樹都長得很高耶 對啊 因為這邊的紅樹林都快近百歲了 哇 這是我們今天的導覽員林大姐 大姐你好 你好 我發現這些樹好像都很高 對 因為紅樹林要長到樹幹像這麼粗的話 都至少也要80到100歲才能夠那麼高 因為它才長很慢 80到100歲 你太誇張了吧 這些紅樹林年紀都這麼大了 對 因為要住在這裡 就是以前早期的漁民為了怕它的漁溫受寒 所以拿來當黃蜂林用的 這些是什麼品種啊 這個就是那個紅樹林四種裡面 植中的一種叫海茄冬 喔 海茄冬 對 圓中港濕地呢 它還有哪些品種 那些帶四種都有富裕 欸 我要考考你喔 金中港濕地有兩項最重要的特色是什麼 你知道嗎 太難了吧 那不然大姐妳就告訴我答案吧 拜拜 好 先因為它這裡 第一個 我講一個讓妳下去想一下 好 再看 一個就是我們這邊啊 旁邊一過去就到海了 妳知道嗎 所以喔 它跟海只有一條路之隔喔 就跟了海都快要相連在一起 所以該不會是全台灣最大的濕地吧 它有兩個答案 一個是離海最近 喔 離海最近 可是我們還要加高雄市 高雄市離海最近的濕地 高雄市離海最近的濕地 裡面保留了非常完整的紅樹林沼澤濕地 豐富多樣的生態景觀 讓民眾能夠近距離 體驗大自然的生態美景 超可愛的 你們看 這邊的招潮蟹到底有哪一些啊 現在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湖邊招潮 其實在這邊台灣有十種招潮蟹喔 這邊十種如果妳運氣好 仔細的觀察都 也許你都可以遇得上 然後他們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有一隻手特別的強壯 不只招潮蟹喔 你還可以看到這裡面這一隻 跟有顏色保護起來 跟土的顏色一樣 那叫雙子跡象手蟹 所以它不是只有招潮蟹 它有一些鹿蟹 而且還有潭土魚喔 只是 還要看看妳運氣好不好 它有沒有出來 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怎麼這麼小隻 它比我想像的還小很多耶 潭土魚 好可愛喔 好可愛 牠怎麼張開了 對 牠也以為有綠色有食物 牠會想要出來 所以牠 喔 牠眨眼睛 牠眨嘴巴耶 對 所以牠為什麼潭土魚 會那麼最可愛的動物之一 大家都很喜歡牠 而且我發現牠的顏色 喔 跑進去了 圓中島實體公園的完成 提供了紅樹林的富裕環境 更讓許多的動物 有了一個完善的棲息空間 朋友啊 有空的話 不妨走一趟圓中島實體公園喔 在子關清水休閒行的最後呢 我們當然要來到當地的美食餐廳 來畫一個完美的句點 欸 孫大哥 謝謝你今天幫我們準備了這麼多的美食欸 那不然你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些是用什麼食材啊 怎麼做的好不好 好 第一道我們可以介紹的就是那個 布拉魚煮那個杏菜 那布拉魚的話 一年的產季大概有九個月這樣子 布拉魚也是當地的食材 對對對 那它是怎麼做的 那這是我們的杏菜啦 加一些蒜然後下去炒 然後再把布拉魚煮一煮 然後再去爬上去這樣子 爬上去的 所以稍稍不讓你爬杏菜這樣子 金沙是金沙軟絲條 金沙軟絲條 軟絲這是我們當地的那個軟絲 然後我們是用鹹鴨蛋的蛋黃 然後再去把它炒一炒 然後去配上這樣子 所以金沙該不會就是鹹鴨蛋吧 對對對 那這一道應該 挺挑戰我們的味蕾的喔 欸 那這一道啊 看起來有點像蘇星耶 這是我們當地的烏魚子 喔 搭配我們的那個花枝燒海苔 然後去包起來的東西 做出來的 喔 那一般的人就會覺得說 烏魚子呢有一點鹹 那我們就是把它搭配 花枝漿 而且你要搭配就 比較平衡喔 對對對 我們鵝鵝魚港 一年四季 都會有陀陀魚 那最好吃的食品呢 就是在冬季 喔 冬季的話它是最 比較肥 對對對最肥的時候 看到蝦亞大快朵鵝的表情 害我也忍不住流口水了 嗯 今天的子官清水休閒行 就在美味的海鮮料理中 畫下一個Happy Ending囉 來到子官一日遊的行程 該怎麼計劃呢 我們可以參與子官區一會的 清水休閒行程 來好好逛逛子官 早上可以從高雄的古山碼頭 搭乘娛樂魚船出發 沿途欣賞柴山 西子灣的珊瑚礁美景 與左雲軍港的雄尾軍艦 最後抵達鵝鵝鵝魚港 上岸後品嘗甜媽媽海鮮餐廳的 豐盛海鮮大餐 飽食一頓為下午的體驗活動 儲存體力 下午我們可以跟著導覽人員 來到園中港濕地公園 欣賞豐富多樣的自然生態 賞鳥、看招巢蟹、彈圖魚 陶醉在繽紛精彩的濕地旅程中 接著可以在漁會安排下 參加團體導覽行程 參觀熱鬧的成銷人拍賣魚室 體驗寒假競標的刺激氣氛 也可以到選擇多樣的觀光魚室 採買各式的新鮮魚貨 傍晚還可以來到赤坎海堤旁 悠閒漫步在步道上 讓子官絕佳的夕陽熱日美景 撫慰都市呈銷緊張與煩躁 這裡一格一格的那個是什麼 這是九孔子 這是九孔子喔 好特別喔 看起來好像人家那些小店 那個長路有嗎 這兩種還要它外觀 很新鮮都不一樣 這隻釣竿給你用 喔大哥 太長的話就短一點 我們到海邊來都拿那個長的釣竿 啊伏標這麼長有什麼作用啊 因為這個長路標齁 就適合這邊的釣竿 我們要開始釣龍蝦了 為什麼釣龍蝦一定要釣往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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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